这是日本有史以来最残忍,最荒莹无度的暴君天花板,他九岁就登上了皇位,不到十八便驾崩溪去,他把怀孕的孕妇活活剖腐,或把农妇失智之甲,逼迫女子与马普克,一种种变态行进来达到自己的欲望。 他就是日本的第25人天皇武裂,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他有哪些恐怖暴行。 武裂天皇出生在公元489年,他是日本第24任皇帝仁仙天皇的第六位孩子,他的外公也是赫赫有名的暴君雄略天皇,因此他和他的外公被称为双雄暴君,而武裂天皇比他的外公还要残暴安倍,所以他才是暴君中的天花板级别的存在。 他有两个名字,一个叫小伯赖又教辽尊,一个叫小长谷若雀命,他能做上皇座,其实并不是靠着这家伙的本事,而是靠着自己的好运。 说起来,他爹仁仙天皇死后,他几位年长的兄弟们就一直在争抢皇位,而此时的武裂还太小,当然也没有办法卷入皇位争夺之中,可让人啼笑皆非的是,他的那几位兄弟在互相争斗中,最后竟然同归于尽了。 这下可好,武裂成为了简陋王,在公元498年登上了皇位,此时的他只有9岁,就从这时他的残暴开始渐渐显露出来。 一代更比一代强,他却是成功地将他外公派在了沙滩上。 他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,就成为了日本暴君排行榜桃铺案,他所做的每一件事,都是荒淫离谱的至极。 他登基后的第三个月就修了一波骚操作。 他竟然将他的亲生母亲春日大娘立为皇后,大家都应该知道皇后是干什么的吧? 这真是聋了我的太和金驴儿,因为这种事情做得太过离谱,因此他还故意将自己的母亲的名字改名成了春日娘子。 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简直是一笑大方,就改了一个字。 他登基后第二年的9月,武裂天皇不知怎么想的,突然好奇小孩在孕妇肚子里是什么样的。 于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,他便派人到各处抓来了好几名孕妇,而且还是不同时期的,直接让手下拿到活活地抛开了孕妇的肚子,根本不管他们的死活。 他还在旁边观察胎儿的形状和动态,并且用手将胎儿取出来玩耍,一边玩耍一边嬉笑满面的大笑不止。 可想而知当时的孕妇是多么的痛苦和绝望。 他登基后第三年的9月,武裂天皇又显不住了,在出去玩耍的时候,看到到田边有人在拔山芋,于是他又好奇地找手下询问,这山芋是怎么拔出来的? 手下告诉他是用手拔出来的,于是一个邪恶的念头又涌上了心头,他坐到田边,让手下将田里的农夫带过来, 并用力气将农夫的手指甲都给拔掉了,他的目的就是想看看拔掉手指甲的人能不能拔山芋,于是就这样他让农夫继续下地拔山芋。 农夫一边用沾满鲜血的手指抛涂,一边大声哀嚎,这样的场景让武裂天皇一边放声大笑,一边拍手叫好。 他登基后的第四年,武裂天皇再次玩起了虐人游戏,一次他在他的宫中看到有一位侍女的头发无黑亮丽,于是心中便想,把光他的头发时不是会很好玩, 于是命令手下将这位侍女带到面前,开始一根一根地拔他的头发,他看着侍女的疼疼表情,开心得像个沸沸一样,不一会他拔累了,便叫好几个手下去拔,几人一起拔,这让原本痛苦的侍女更加的痛苦。 但武裂天皇却乐得直不起腰,每一阵头发全拔光了,他又觉得这个没意思,便叫侍女爬树,要爬到树顶,痛苦的侍女只好照做。 等他爬上去之后,武裂天皇又叫人在底下将树砍断,他想看看人是怎么摔下来的,可想而知当人活活被摔死后,他跳起绷子高兴地拍手叫好,真是好玩。 他等级后的第五年的夏天,因为天气太热,所以武裂天皇研制出了一款下两小游戏,他命令将人扔进池塘里,然后又让这些人扮作鱼的样子,在池塘里有洞,他则拿起鱼叉开始叉鱼,听着一声声哀嚎,他却又笑得像个沸沸一样,没一会可能是叉累了,便让这些人去爬树,他又拿出弓箭,一个个的射,只要射不死就往死里射,直到将这些人都射落在地裁位置,一个人玩不开心,还让手下一个人摇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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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同开心开心,他登级后的第八年,应该是到了青春期了,他内心深处的雄性荷尔蒙开始泛滥,于是他让手下从全日本搜罗来了大批的美女,每一个都是身材火辣,一举一动都是风情万种,武裂天皇亲自包去他们的义务,并将他们一个个捆在一张板凳上,并迫使他们和马达扑克,在整个过程中他会亲自去检查板凳,如果板凳有试路的印记,则证明该女子有了生理反应,他则将会被活活地打死, 如果没有那子证明此女是真洁烈女,随后招入宫中为奴为婢,其实这些招入宫中的女子也会被他活活玩死,一次他看到某位大臣的女儿隐约,于是便想占为己有,便特意找到大臣说起这事,可这大臣知道这个武则天皇不是什么好东西,便说自家小姐已经与另一位大臣平野真鸟家的公子订婚了,这下可把武则天皇给其坏了,日本所有的女人他想要哪个是哪个,怎么可能有自己得不到的女人,因此他没有表露出来, 等大臣走后,他安地里直接派人将大臣平野真鸟家的所有人给灭口了,看着自己的爱人死去的影院,他趴在尸体上大哭一场,随后安葬好男友的遗体,自此隐居乡下终身未嫁,而且除了玩乐比较荒诞外,他在生活方面也是想尽办法的寂静奢华,他的池塘公园这些都是修建的相当豪华,在他的公园里养着各种飞青走兽, 并且还把绫罗绸缎铺在地上当做地板,还在全日本搜罗出猪如来为他表演各种节目,表演得不好笑的当场杀掉,在池塘上也是十不厌精,快不厌戏,这么丧心病狂的天皇,怎么可能还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,整日里不是研究残忍的证人手法,就是沉迷酒色,不过好在时间并不长,武猎天皇在公元507年1月7号突然暴毙, 这使得他还不到18岁,至于什么原因,这一直就是歌迷了,这个武猎天皇真是让日本人的小日子过得真得劲 好了今晚的故事就到这里了,我们明晚见,晚安,好梦